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焦 今天今天呢给大家分享 刚刚入手的一个保湿喷雾 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 我觉得挺好用的 所以就来个分享给大家 我入了脸瓶 然后对瓶还没拆封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现在一直最近在用的一瓶 给大家看一下 它喷出的雾呢是非常绵密的 能看得清不 早上呢刚好洗完脸的时候 就可以喷一喷 喷完过后非常的水润啊 非常舒服的一块喷 而且呢它是没有什么任何添加的 它添加的就是水和温泉水 还有电二唇 电二唇呢就保湿的一个作用 其实就是成分呢就很简单了 敏感肌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用的 可以尝试一下 这一瓶的话是一个大容量 是300毫升的 我觉得可以用很久了 夏天嘛老师皮肤就觉得很干燥 然后就有时候不想洗脸补水 或者是湿敷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个来喷一喷 很方便的 它也是可以喷出来 然后湿敷也可以直接喷 因为我平时是比较懒的 就直接用这个喷雾了 然后换季的时候也可以用它 真的很好用 一会儿呢它就被吸收了 再喷一下 最近使用它那种感觉的皮肤呢 也会变得更好一些 也会变得更滋润一点啊 然后湿完过后呢 也可以用手来轻轻拍打 然后更快地吸收啊 平时的话呢 我用它的话 也在化妆前 然后做一个这种水润打底的 然后再涂隔离霜和粉底液啊 它是非常好用的一款 而且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的 一个直捧物啊 我今天就用它来上一个妆 上一只隔离 这是上完一层隔离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水润 一直还是很水润的一个状态啊 可不不弹弹的这种感觉 现在呢我们再用一个粉底液 好涂好 粉底液过后呢 我是用一个这种阿木桃的粉布 然后去给它直接打湿 就很方便 不用用自来水给它打湿 直接用这个喷雾 喷几下 这样的话呢 上次来的妆面呢 会更加服贴啊 这个粉布呢也很大很扣软 关键上妆效果也是很快的 拍在脸上也很舒服啊 这款补水喷雾呢 真的非常好用啊 效果大家就自己来看一下吧 真的还不错的 日常使用起来真的是非常便利的 粉底液上完了过后呢 我会用这款定妆喷雾 直接给它定个妆 然后买的这款呢是雾面的 还有一款水光款的 这款呢还没有使用下来 到时候使用过后呢 给大家单独来处分享 这样静置几分钟呢 到时候这个妆面呢 就认好了就干好 关键是这款比那种散粉的话 用的会更好一些 干皮的姐妹呢 我就是推荐大家用这种定妆喷雾 尽量不用那种散粉的 这就是化完一个底妆的一个效果 总的来说呢 这款补水喷雾还是非常好用的 79块钱一瓶 然后脸瓶的话会更划算一些 喜欢的宝宝们可以放心去冲它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